市场里摊商敢供搓汤圆 盘子里的堆得跟小山一样高 不只传统红白汤圆 包馅汤圆也很受欢迎 不过到底吃几颗才算过量 五颗就很多了 喜欢吃就好了啦 管它过量不过量 十颗就是四分之一碗白饭 带七十大卡的热量 那像是有包馅的 这样子像芝麻 花生 甚至是巧克力 这样的话 大概四颗到五颗原则上 就已经有将近一碗白饭的热量 营养师提醒 传统汤圆汁炼淀粉含量高 糖尿病患者要少吃 包馅汤圆 高糖分 高油脂 慢性肾脏病患者浅尝就好 如素民众则可以尝试用小汤圆 搭配高蛋白与膳食纤维食材 我们可以加一些 就是优质的蛋白质 像豆腐的部分 木耳 白菜 还有高丽菜 或者是绿色的 像是铜凹 冬至吃汤圆 适量口诀要记好 食小两大 饭量减半 才不会让消化到吃不消 大约新闻的微信杨俊廷 台中报道 台湾要从高铃迈向超过